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亚玲 欢迎收看2012大决战 今天政务官转战国会的战区 我们要前进台中市市中心 包括中区南区东区和西区 公民数将近25万 这回是前后任政府的化妆师之战 因为民进党前新闻局长林佳龙 要挑战已经四连霸立委的黄奕娇 而黄奕娇过去也是省府发言人 双方各有魅力 上一届第一次单一选区两票制 黄奕娇大赢对手何敏豪11.7% 这一区到底民进党有没有一面呢 来看去年台中市长之一 苏家全赢了东区和中区 却输了西区和南区 看起来各有斩获 但其实这差了一万票 因为民进党占优势的 东区跟中区人口数比较少 换句话说 基本盘面是有点难度的 而如果是看候选人本身呢 林佳龙206年参选台中市长 虽然输给胡志强 快要有20个百分点 但他不气馁 说会留在台中好好耕耘 这么一吨7年了 去年更厉让苏家全参选毫无怨言 而黄奕娇呢 四次的选举记录成绩有高有低 1998年首度以无党参选调车为选上 2001年清明党成立了 他拿下台中市最高票 2004年则是居中成绩平平 但都还是选得上 今年对上林佳龙 一个面牛津一个面 椰乳学经历特质都很像 到底选民如何选择呢 主播任小婉带您走一趟台中市中心的传统社区 播唱 赴随 林佳龙打选战 旁边一定有老婆大人 廖宛如身为奇美店家族成员之一 有实力 有亲和力 带着向荣握每一双手 今年林佳龙选立伟 要用好男人形象 大战立伟黄奕娇 几个月前黄奕娇摔伤脸 还被同党立委嘲讽说 不要是被女人抓伤的就好 但如此鲜明的对比形象 谁能让台中市民买账呢 学历方面 一个是耶鲁大学 一个是牛津毕业 黄奕娇当过四届立委 而林佳龙是前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更巧的是 两个人一起以后 黄奕娇是省府发言人 林佳龙是扁政府时代的新闻局长 这场战争前后任政府的化妆师 对上了 这场化妆师的肉搏战 现在演变成为双方的文宣大战 我们可以看到 林佳龙推出来的文宣上面 几乎都会有 看得见三个字 个人的条件当然除了比较年轻 学经历 最少我在地经历七年 跟人民在一起 那对方是 一般人是比较感受不到 2005年 林佳龙选台中市长施力曾说过 不会离开台中要在地生耕 如今七年了 在林佳龙的看板上 在在都凸显自己生耕台中 是大家看得见的 要主打黄奕娇 不常出现在地方上 不过黄奕娇以紫之毛公子之盾 他列出自己的立法政绩 他说这些大家才看得到 我觉得他会作俭制服 他自己的聪明乎 反备聪明乎 我现在是看得见 黄奕娇主导修法 立足美牛 高风险部位 我就比他更完全全面的 说到激动 黄奕娇拿出电话 说里面有五万笔的资料 选民的每一通来电 他自己接自己回 要用亲力亲为 对付来势汹汹的林佳龙 我的对手做了四任的立委13年 那他有做没做 选民感受非常深 这个东西没有人相信他 你到地方去问问看就好了 我的选区里面72个里长 任何重大的事情 任何重大的里长所举办的 重大活动 黄奕娇一定排除外来一定到 民众会觉得他讲这个话 是不说话道的 上一届立委 黄奕娇在台中 大胜民进党何敏豪将近两万票 选立委的优势他有 不过林佳龙之所尽退 曾经将再战台中市长的机会 逢手让给了苏家权 这次他选立委 也是英家全力普选的对象 这场化妆师大战 要比比看谁真正让选民看得到 选情有多紧绷呢 依据贵来事件交易所的最新行情 目前林佳龙49.2 黄奕娇48.2 双方差距1算是平手 这一仗真的是考验台中的选民了 明天我们要前进 号称民主胜利的嘉义市 民进党争招前政务官吕俊毅参战 他是宪法专家李鸿喜之子 对上国民党寻求三联霸的立委江义雄 战况如何呢 请您持续锁定2012大决战 总统立委选举特报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